头红市愿望爱心关怀协会 无级资金关键嘉义官57间学校 1,400控告箱的鞋子 和校生作为圣诞的礼物 今天关键技术特兵和郭秀纪行 57间学校代表雅龙高中 来感谢政上鞋子温暖偏听的学动 当市愿望爱心关怀协会 无级资金关键嘉义官57间学校 1,400控告箱的 和校生作为圣诞礼物 今天关键技术在民和国秀基兴 理事长社会金表示 协会正式生立一年 关怀协会已经基本过五年 为关怀爱心善发在需要的所在 每个月都有一个爱心协会 这处是协会第60处的协会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安全舒适的 我想这样的一个关怀 我们真的感恩在心头 虽然协会只是去年才成立 不过他的善行逆举 已经是第60场了 所以我这边个人真的是对于协会 这样的一个悲恋女人 然后非常关注到天下 这个地图真的代表 加益先生的朋友 感谢 谢谢 好 谢谢 那另外我真的很高兴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月是我们五年来真的破了纪录 破了五年来最大的纪录 你们知道吗 在这个月我们总共募了107万6千8百元 然后10个总共的数量是2千6百9十二双 然后高达捐款人来到419个 那其实校长们很辛苦 帮我制作了非常多的感谢状 真的是很谢谢 那这时候就真的要对我们成熟 当时这个四个县市 台东 花联 高雄 平等 是一起做在105年 后来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对 当时我把资料翻出来 高雄只有两百熟 果然现在才要一直喊又老又犬后 所以我们决定要离谱他 那我们去年其实106年之到了 送到南投 那其实我很认真的做资料 我其实不只网上送以外 我还做了一个资料 其实以偏向来讲 当然一定是台东 但是以特别来讲 我真的很惊讶 嘉义是第一名 高雄第二名 所以我不是乱送的 我有计划的 我有前瞻性的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大家 那以前我 小朋友在感谢处 表示这些都是 忙着圣诞老人来送礼物 这处是真正收到圣诞礼物 还有爸爸风载 保留小朋友 竟是有众的体会 感受最新 57岁的学校代表 9名也担着感谢表白 感谢政业温暖 偏向客同 谢新新闻超频道 欢迎订阅 采用不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